空中精准锁定 直接炸毁 乌克兰在俄罗斯决定大反攻 又毁掉第二座横跨库斯克州赛姆河的桥梁 不过根据俄罗斯军事布洛克的消息 除了这两座桥梁 恐怕连最后一座关键桥梁也被乌军摧毁 代表该区的俄罗斯后勤补给几乎全断 剩下的俄军恐怕会被围困在河流以南的范围 巧的是桥梁被毁后有监视器拍下 原本驻扎在附近小镇的卡德罗夫派 俄军开始在当地抢劫商家 随着乌军突袭进入两个礼拜 乌克兰也整理出第一时间的进攻画面 包含在苏甲附近直指往前冲 摧毁俄军车队并夺走俄罗斯的T80BVM坦克车 接下来这些画面 俄罗斯总统普钦恐怕也会越看越气 因为陆续有外媒记者 直接在乌军带领下进到苏甲镇拍摄 相关的镜头等于证实 俄军已经失去对这里的控制 CNN记者还在当地一处地下室采访避难居民 也看见一脸惊恐的老人家 整体的气氛仿佛重演战争初期 乌克兰当地的惨况 不过地点却完全相反是发生在俄罗斯领土之中 当中不乏有居民思考逃去乌克兰 却发现也没有出路可以走 所有人只能继续待在黑漆漆的地下室 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乌克兰不止相当于控制住苏甲这里 重要的天然气转运站 未来也不排除步步进逼 库斯克核电厂 除了有乌军亲口说出未来的目标 礼拜天凌晨核电厂附近还传来爆炸声 并伴随着空袭警报 俄罗斯边境这几天状况有增无解 18号这天乌克兰其实也派出无人机 攻击罗斯托夫地区的柴油仓库 现场爆出猛烈火舌飘出浓烟 若连同这类油槽大火和近期 锁定俄罗斯军用机场的攻击 美军退降认为俄罗斯恐怕曝露出自己的弱点 那就是缺乏够格的飞行员 导致他们不敢轻易飞过界 只敢从远处丢直滑翔炸弹 其余诡异的现象还有俄罗斯总统普琴的态度 明明战火烧到家门口 却照常出访亚赛拜然两天 关于俄乌战况的发展 反而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变得紧张 突然声称乌克兰在靠近白俄边界部署12万兵力 因此白俄罗斯也要部署三分之一的武装部队到边境地区 以防爆发战争 与此同时没有参与库斯克进攻任务的乌军也没有闲着 乌克兰第41机械话旅就在神秘地点举行军事演习 继续对后续对抗俄军做好万全准备 底新闻 中文报道 惊人的巨大弹坑出现在基辅销区 乌克兰政府指责俄军8月18日再度用弹道飞弹轰炸基辅 这已是本月第三次 索性防空系统成功拦截8枚飞弹中的5枚 还打下8架俄军无人机 基辅军事管理局根据碎片研判 这些弹道飞弹很可能是北韩制造 空袭摧毁了十多栋房屋索性无人伤亡 俄军也继续炮击乌克兰边城苏梅市 十多辆乌克兰民众撤离必须的民用车 遭烧场飞进 350多公里外 顿内刺客的普克洛夫斯科 志工组织开始紧急撤离老弱民众 人生最后几年还要被迫离开有感情的家园 确实折磨 孩子老人病人都这样颠沛流离 乌克兰人决定要让俄罗斯人也常常这种滋味 大批难民住进库尔斯克郊区的帐篷 8月6日起 俄罗斯边境库尔斯克州遭到攻击 至少80多个村庄与库尔斯克核电厂被占领 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盟的唯一入口苏甲市沦陷 当地火车站也被占领 俄罗斯铁路系统重要情报可能外泄 这是二战以来俄罗斯本土面临的最大规模入侵占领 俄罗斯白蓝红三色国旗被丢在地下 对俄罗斯发动入侵的是两年来惨遭压着打的乌克兰 胡达仇身后反攻 两周来乌军炸毁俄进库尔斯克州两座重要大桥 让俄军后勤补给困难翻倍 还要应付仓皇逃难的十万难民 乌军至今占领俄进超过1150平方公里土地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军从今年夏天就开始 利用无人机与地面反莫斯科的俄罗斯裔武装分子合作 先是侦查环境 再破坏公路哨所与监视系统 被送到前线不久就遭俘虏的俄军 在访问中也都没有表现出多少战斗意志 由于早期部署侦查 乌克兰部队得以知道 库尔斯克州兵员与装备的弱点 至少6000名乌军长驱直入 部分外媒报道 进入俄境的乌军数字是翻倍 多达1万2000人 乌克兰境内这处保密地点 乌军第41机械旅正在演习 训练有素且配备北约装备的精兵 是下一批要杀进俄罗斯境内的军队 驻守在库尔斯克的俄军102连 据说是整连直接投降 因为眼见装备与实力悬殊 不想做无谓的牺牲 被俄军体会到乌军两年来的痛苦 受访时也明白表示 是想活着回去看家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8日抵达亚塞拜然 进行博士访问 预料将与这个亲俄盟国讨论 如何牵制对西方的能源供应 另一位普京忠实的小老弟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则明说已经布下地雷阵 并调动军队 一旦乌军赶越界 就要付出惨痛代价 根据了解 白俄调动近三分之一军力往边境 但仍少于乌军的12万 而在乌克兰境内 演习中的士兵对于难得的反攻 大胜满怀希望 这次乌克兰反攻齐袭 打出成果 渴望削弱西方各国政坛 呼吁停止供应原武武器 我也要求乌克兰割地 换停战的声音 接下来希望能维持战果 两年来辛苦的乌克兰军民 终于看到一丝胜利的云光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